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的家TV秀 距離上次的殘酷測試 把我的許廣開到二手車行去墊加 已經有兩年的時間了 而這兩年我也收到很多朋友們 失去媽咪說 媽咪你的車賣了嗎 你們都知道那個價格 我真的賣不下去 於是兩年過去了 身旁的這台保暖車 也從當時我們去庫駕裡 乘處12萬公里 不可思議的現在攀升到了 不行 從媽咪決定要買福斯汽車 這個品牌之後呢 每每只要讓親朋好友看到媽咪的這台車 他們都會露出很大的疑問說 全台灣有這麼多品牌的汽車 你怎麼會買福斯類 其實媽咪也知道大家都注意關心 為什麼呢 因為福斯的汽車就是人壞 怎麼開怎麼壞 好 提醒大家 德國福斯汽車是不斷的傳出 變速鄉下之有安全的疑慮 最近呢有不少車主反映 他們開的進口高級轎車 變速箱會在行進間突然失去動能 相當危險 這台雪亂啊 媽咪啊前前後後應該也有拍了兩三部影片 影片內容不會無當是介紹它的優點啊 那很多人都會說啦 媽咪啊你才剛買車啊 還在蜜月期 縱使它有缺點 你也盲目的把它當成優點啊 怎麼隔音好安靜 省油 保養好便宜 那些都是 呃 沒錯 專業的試車心得分享 一定要夠長期 什麼一日試車 什麼一個月試車 都太短 一定要行駛距離夠遠 什麼100公里 1萬公里 都不夠多 今天這集影片呢 就是歷史長達6年 新駛距離足以環島175圈的最真實分享 首先呢在油耗分享的部分 以往的評測影片呢 絕大部分都是小數據的 因為會影響油耗的因素啊 真的非常非常多 像一台新開的車的油耗 跟開了一台十年的舊車 油耗肯定是不一樣的 那10萬公里 這數字我想 應該是非常有公信力了吧 首先呢 媽咪並不是像有些 數據魔人 可以把每一次去加油的數字 統統都記起來 畢竟女孩子要記住 要去加油這件事 就已經非常不容易了 我們直接來看 行車電腦內的油耗數據 目前這台車 總共行駛的里程數是 20萬03千187 那平均油耗是多少呢 21公里 我知道呢 你們更想要知道 開了20萬公里的車 給錢到底要花多少呢 以目前柴油最高點 大約是26元 以我入手時的柴油價 大約是來到21元左右 我們以平均值23元計算 以乘數20萬除以 平均油耗每公升11 發生下來 這6年我大約加了 再乘以平均油價23元 也就是說我這6年總共花了 41萬8 是不是可以買一台Polo 這樣有算省油嗎 接著要分享的 也就是大部分車主在購車時 都非常在意的保養費用 這次除了分享 車上要求每15000公里的基礎保養之外 另外還會分享 總共額外會多花費哪些費用 第一個就是輪胎的部分 這6年來我輪胎總共換了4條 畢竟是家庭房車 不是用來開快的 所以在挑選輪胎的過程 我只會看3個系數 排水系數 以及耐磨系數 還有最重要 最最重要 每次一定必看的 小飄的系數 6年我們花在輪胎上的費用 大約是48000元 另外在10萬公里的時候 我們也換了一次來賓片 2000公里 其實我們換的最多的並不是輪胎 我換的最多的是這顆 電瓶 這幾年來我總共換了3顆電瓶 不過很幸運的我前面兩顆都還在包裹 所以沒有花費任何一個費用 那我只換了一顆 這一顆呢 一片怎麼辦 這裡我要跟大家額外分享一下 這一顆我自費的電瓶 目前是跑了3年8萬多公里 而且還在福利當中 這邊公商一下 如果有朋友需要的呢 可以參考一下 媽咪的手機都沒關 也可以私訊我喔 而基礎保養我都是每15000公里保養一次 因為都是自帶機油 12次的平均保養費都落在4500元左右 在10萬公里的時候呢 我做了一次大保養 花費大概是28500元 也就是說6年來總共的保養費用就是 82500元 最後一個呢就是 柴油車專屬的額外花費 也是最便宜的費用 那就是 尿素 每一次尿素燈亮起的時候 大約都要加個12公升 那媽咪我呢 除了第一次呢 是在原廠加的之外 之後其餘的 都是在外面的中油加的 這6年來呢 媽咪我總共加了25次 每一次呢大概是300元 所以尿素的總共花費是 7800元 好啦 分享完本來就該花的費用之後呢 如果你們現在還在看這部影片 我知道你們等這一刻非常久了 等著媽咪分享這台6年 開了20萬公里的浮屍雪浪 它到底能換什麼東西呢 誒第一條呢是小條的 就是進口車的眼睛啊 兩顆都壞掉了 我大概是開到18萬公里的時候 相繼壞掉的 那也沒有特別貴 因為上網買的一顆呢是1250 兩顆就是2500元 而且我還是自己換的 我還是自己請前面這個人放我換的 第二條呢就比較大條一點了 媽咪大概是開到7萬公里的時候啊 這個Gino尾門的油壓頂竿啊 兩根都被它壞掉了 於是呢媽咪就開到原廠 原廠一報價嚇死我了 不萬塊耶 好幾萬塊耶 媽咪心都在躺血了 但是太開心了 因為在保固內所以免錢 而且開到現在啊 還沒有任何的問題喔 第三個壞掉的東西呢 是最近才壞掉的 也是因為這樣子呢 促使媽咪想要拍這個紀錄影片 因為它原廠的報價真的非常貴 一顆就要15000元 哪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這個 EGR的廢氣循環系統 它真的超貴的 一顆要15000元耶 而且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它真正的功用是什麼 不過呢因為我問過機師了 因為就是它目前啊 我們還沒有修飾 因為它過年的時間 完全沒有料了 機師說不用擔心 因為它完全不影響到安全的部分 所以年後再去換就好了 最後一個也是第四個 也在二十萬公里的時候 我們壞掉的 就是一個三腳架的鐵套 我們花了三千元 欸這是什麼 好啦最後第五項 欸不對不對不對 就四項 我真的沒有工商喔 開了服飾六年啊 二十萬公里啊 目前真的只有修了四樣東西 真的真的沒有其他人 欸不對啊 我們是不是少介紹一個 嗯 那個不算不算不算 它沒有壞掉 它只是脆胸而已 這不能算 好啦這邊呢 媽咪真的真的要來公布啊 媽咪開了六年二十萬公里的 服屍選擾到底花費了多少錢 那就是 唉好多耶 五十八萬三千八百元 真的覺得好心好痛 覺得好貴喔 它就覺得呢 好啦總結來說 媽咪覺得呢 車子呢還是要常常開它的 它才比較不容易壞 就像人的身體一樣啊 你要常動啊 常運動的話 身體才會健康囉 是不是這樣子 如果呢 大家還有什麼樣的疑問啊 或是什麼樣的建議啊 什麼樣的問題呢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或是分享給大家喔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加按讚 還有追蹤媽咪的IG 如果想要支持媽咪的呢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